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终奖金发最多的大概就是我们的金融业 第二个我们就看有一个金控业者 你看在这几年之内 转投资在这个系统的电视 或是转投资到这个媒体 还要转投资到这个这个或是参加VOT等等的文创的 或是建筑业等等的转投资 对不对 或是通讯业者 你看看在这几年里面 转投资获利多少 对不对 你就像财政部今天所讲到的 这几年减少的税收到2800多亿 你就像某一个金工业 他吃的比例达到30%几 你看他获的利是多少 他个人来 所以他有能力去转投资这么多 所以今天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应该回馈到社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说到 因为我们的ROA ROE比临近的国家要低 其实金管会你要注意的是 所有业者都想要冲业绩 但是你们就是绑手绑脚 让他没有办法去竞争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营业税的问题而已 是因为你整个的业务把人家绑手绑脚的问题 第二个你说资本失足力还低 其实资本失足力低的话 你应该要他增值 这个才是正途 不是用营业税来给他资本失足力的这个问题 倒是你讲说会有转价 我这个时候我比较优劣的问题 可能在这个时候 他可能会提高他的这个利率的问题 这个我比较优劣会影响到这个经济 尤其是对中小企业 第二个我倒认为是这个当初我优劣的年金 在经过我们立法院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也跟大家报告好消息 我们公务员的退伏基金 在102年度已经报酬率大概可以达到8.2了 你知道吗 其他的劳保基金也可以达到6点多了 已经是这个这个比我们当初的一二个百分点高出很多了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这个当然我也尊重我们的财政部跟经济 在经管会 那对这个是不是会转嫁到给中小企业的负担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优劣的地方 好谢谢